曾治文 田匠 李宗盛 alı審議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晨曆老師 歡迎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來到新年度的警察勤務這個科目 我們的三等警察學跟警察勤務是一起考的 所以參加警察特考的同學 另外有一個老師 楊聰老師 他會對這個警察學 來跟各位同學來做說明 那有關於勤務的部分 有關於警察勤務的原理原則 這個內涵 意義等等 都是由老師這個學期來擔綱 好 那其他呢 像是如果各位同學有參加警佐班 或者是二技 或者是升官等考試 那這個部分的話 警察勤務老師的課程裡面 也有涵蓋到這個相關的 這個考點都有在裡面 也都是可以參考的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有關於警察勤務的部分 警察勤務的部分呢 首先呢 我們來看到 他是從警察勤務條例來開始談 好 那麼一開始呢 警察勤務條例啊 他規定了我們各項勤務 他的名稱定義 那還有執行的要領 這個相信同學都有概念 這個我們在四等的時候啊 考試呢 還有這個一般的 我們的目前在實務中運作 各位同學都不陌生 那但是呢 在四字五三五號解釋啊 他認為說呢 原警啊 不應該只有拿 警察勤務條例來 作為這個 跟民眾啊 盤查身份 或者是在第一線執勤的時候 跟民眾這一種盤查啦 互動啦 干涉啦 取締啦 不應該用這個來作用 所以呢 四字五三五號解釋啊 認為說必須要在 另外在修法立法 所以才會有 警察職權行使法的誕生 所以呢 四字五三五號解釋啊 特別是 四字五三五號解釋啊 特別是這個身份查證的部分 因為攸關於這個民眾啊 人權啊 這個財產權 自由權 隱私權 像這個地方啊 都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那這幾年的考點啊 這幾年的考點 又延伸到了七八五號解釋 也就是健康權 健康權 七八五號解釋 又延伸到了健康權的一個探討 好 那不管是職勤員警也好 那還有這個勤務督查 勤務督導這個部分 也都要回歸到健康權 也就是說保障了我們警察的基本人權 好 那有 有關這個 警察勤務 他有六大勤務對不對 那其中呢 最喜歡考的部分啊 就是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 警察勤務區訪查 就是勤區查查啦 早期我們說查戶口 那以前啊 在以前的年代啊 民國九十七年啊 那個時候啊 叫做警察勤務區 家戶訪查辦法 警察勤務區 家戶訪查作業規定 好 那因為呢 在這個 我們的人權啊 一再的提升 好 那大家的生活素質也提高啊 對於這個 法律權益啊 也特別有注重 那關於這個家戶啊 就會把它拿掉 為什麼呢 因為不需要逐家逐戶 家戶的部分啊 就把它拿掉了 不需要逐家逐戶的去 挨家挨戶的去查 那個會被 有一些 比較 激進的分子就會說 這是政府查水錶 有沒有 就是有這種講法 所以呢 就取消了逐家逐戶 把家戶拿掉 在104年啊 就把家戶拿掉 就變成 警察勤務區 訪查辦法 還有 警察勤務區 訪查作業規定 好 那拿掉了之後啊 隔年度的升官等考試 還有這個 警特 警左班 二技 接二連三都一直 連續的考下來 都一直在考這個 家戶的部分 甚至連當年度 105年當年度 也直接問到了說 為什麼 取消了這個家戶的規定 取消了家戶的規定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那有關於治安顧慮人口的查訪 它跟訪查兩個字 剛好是相反 剛好是相反 那有關於這個部分啊 我們就是在 這個用詞用語上會有不一樣 因為根據 這個 治安顧慮人口的查訪辦法 裡面來講 我們去查的話 會有一個約束力在 會有一個約束的作用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所以有關於使用的動詞 一般人口 諮詢人口 村裡領長等等 我們就是用訪查 那如果是這個治安顧慮人口 祭司人口 祭司人口 那我們就用查訪 那我們知道 祭司人口呢 它就是家暴性侵 家暴性侵 那治安顧慮人口 大致上還會考你這個騎乘 服刑期滿 假釋出獄 這樣執行完畢等等 三年內 三年內 那這個每個月都要查一次 查一次 好 那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還有一個重點 它在去年度 2月1號的時候 去年度的2月 它修正了這個第二點 第二點 第二條 第二條 有關於這個森林法的髒物犯 森林法的髒物犯 不算 今年度也要考到這個部分 但是呢 如果是森林法的竊取主婦產物行為 這個部分的話 一樣也會歸類在必須要查訪的對象當中 那這個是在修法之後 去年修法之後 警佐班馬上考出來 那今年度的這個113年的三等警特呢 它是反著考 它是反著考 它是考你這個概念 有關於這個森林法的這個髒物犯 這個它是不列為查訪的對象 好 那接下來呢 比較重要的就是有作業程序的部分 作業程序的部分 通常大家都會看得比較 演化的要亂 這個因為有這個執行 入檢藍檢身份查證作業程序 有執行臨檢場所身份查證作業程序 那還有這個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盤檢人車作業程序 那特別是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盤檢人車作業程序 這個特別的重要 因為它修正的範圍比較寬比較大 那雖然這個部分比較像情境實務 但是呢 它這幾年的題目啊 情務跟情境實務來講 也應該是很難做區別 很難做區別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警察之權行使法的部分 那緊執法的部分這個法條不多 就是你會背我也會背 你背的緊執法跟我背的緊執法 一定是一樣的 這幾年都沒有修正 都沒有修正 不過呢 就是因為怎麼用 怎麼用 它要跟身份查證作業程序 怎麼樣互為使用 這是一個重點 那我相信 其他 其他班別的老師 都沒有講到這麼細 他可能會個別的解釋 個別的解釋 但是呢 他很難說 把兩個再融合一起來 來告訴大家說 這個如果在運用到深論題的時候 運用到深論題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樣活用 因為呢 在這個作業程序的注意事項 作業程序的注意事項這個部分 它有很多東西是我們值得可以參考的 值得參考的 那坊間的有很多解題書的部分 老師有看過 它其實就是把所有的答案相關的 全部列舉 全部塞進去 然後把它鋪陳成一篇文章 那其實這樣子來講 到底你在考場上有沒有辦法 在這個固定的時間把它回答完 這是一個問題 時間上我們根本不允許寫這麼多 第二個部分 我們它寫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針對題目的提議來作答 這是一點 相信各位同學如果參加過幾次考試 應該就能夠稍微有一點了解 稍微有一點了解 關於這個深論題的部分 深論題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 只要針對它問的內容來回答就好 但是解題書的部分 它是大範圍的去南瓜 去南瓜許多的這個答題的素材 那這樣子來講 不僅同學在念的時候 會造成一個負擔 因為你吸收的太廣泛 但是有很多是派不上用場的 只要針對 只要針對這個部分來回答就可以了 就像有一年 它考的是身份查證 那身份查證的話 題目已經告訴你 警方是依據警察職權刑事法 六條一項六款 六條一項六款 好 那我們就針對六條一項六款來回答 這個時候就不需要從 合理懷疑有犯罪之餘 犯罪嫌疑 有事實逐刃 像這一些 就不要從第一款來開始講 我們直接從第六款來開始說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有關於這個身份查證的作業程序 有三個 那這三個會列為我們的勤務的重點 勤務的重點 因為每一年的考試 總是脫離不了這個身份查證 身份查證 好 那一開始先大致上介紹 我們的這個大概主要的考點 那一樣 一樣 老師一樣 都是那句老話 我們要把考試考好 就是主幹跟分支 很喜歡舉這個例子 主幹就是法規 要把法念好 法律跟規定 規則 作業規定等等 那法規的部分 你的法規跟我的法規 都是同一本 所以我們都會一樣 我們都會一樣 好 那接下來呢 有哪些分支 有哪些分支 比如說 新修正的作業程序 那老師在這邊 一定是會提供各位同學 最新修正的作業程序 最新修正的作業程序 那還有一些 食物上 食物上最新的做法 那還有一些時事 時事考點也是 因為今天發生的這個時事 就會成為明天的考試 這幾年都是這樣子 今年不考 明年就會考 那也許是等到 判決確定之後才考 就像去年的這個 詹姓 呂老師 跟這個中立分級的夜姓圓景 去年考 請勿呢 就考他這個判決 他考的是 你對於這個判決的熟忍程度 到底熟不熟悉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要去了解 他判決啊 他判決的內文啊 否則的話是沒有辦法寫出來 這個就是他的分支 有關於時事的部分 時事的部分 好 那此外呢 深論題的部分啊 也希望各位同學能夠長寫多寫 長寫多寫 因為啊 這幾年考上的同學 這幾年老師 班上考上的同學 他平常都是有在教深論的 老師的講義是有經過就是把它 嗯 刪去一些不重要的部分啊 因為之前 之前的講義會比較冗長 他會從有一些 勤務總折啦 就是從 一些拉里拉扎的 從尋補房開始講 那這個部分會比較 比較浪費時間 老師希望說能夠摘要 所以這一些都是 經過篩檢的 經過篩檢的 比較濃縮的 都是重點 會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那剛開始的話 老師建議 如果你有考試用紙 如果沒有 我再請這邊提供給你 如果有考試用紙 那可以選 這三年內的考古題 來試著寫看看 或者手邊有解題書 那個可以參考寫看看 那因為解題書的部分 不一定是對 那你要再想辦法 要把它這個版面 照解題書的寫法 這個我們的版面 永遠都不夠 如果是升官等考試 今年有報升官等嗎 有 如果是升官等考試 它是八面對不對 四個題目 對四個題目 那你要調整到 每個題目寫兩面 兩頁就好 那種打法又不一樣了 等一下我們再加個line 還是我請客服傳給你也可以 就把升官等 老師之前有做一些解析 從105 107 109 111 這幾年有做一些逆答 那個方向 你會發現它這幾年 有一些都會重複的在考 有一些重複在考 那升官等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有三分之一的機會 對 對 而且它在樂卷的時候 也不會說那麼注重內文 那麼注重內文 也就是說我們主要就是方向沒有偏 答題方向沒有偏 然後呢 這個鋪陳 版面的鋪陳 那最主要是格式 因為11月就要考試 所以我建議說 如果有時間可以寫 先寫一篇 老師來幫你看一下 版面的鋪陳 那格式 那字體 那還有比較重要的前言結語 這個部分 這些都是必備的要件 必備的要件 那當然有些人會說 隨便寫就會上 隨便寫就會上 但是是因為剛好 他們那一次的考試 可能就是三個寫的一樣 三個寫的都一樣不好 然後就會寫的比較好的 那個就會比較出色 那個是鑑別度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考上 一定要注重這些東西 升論題本來就要注重這些東西 更何況這一次 就是馬上緊接著四個月後的 這個升官等考試 那他考的如果是寫四題 跟我們的這個特考寫兩題 又不太一樣 特考寫兩題的話 那你一定要針對它的重點 而且題目裡面會有幾個子題目 會針對這幾個子題目要來回答 而且要分項條列敘述得很清楚 每一題大概要寫2.5到3面 那這種四個題目 你看 這個已經是很精簡版的書了 各位同學也會 在坊間買到參考書 警察勤務應該都是很厚的 它會從勤務 勤務條例 資安故意人口 查訪犯法 黑板上面有的它一定都會列舉進去 整本書就跟法典 跟六法全書一樣厚 好 那這麼厚的題目 兩年一次考試 這麼厚的一本書裡面 要抓出四個題目來寫 這個說要拆題 簡直是不可能 不太可能 那我們只有說 根據它以往考試的方向 它題目的方向跟趨勢 去做了解 去做了解 然後大致上 我們針對它要的 你能夠提出的盡量的寫 你能夠講得出來的 你盡量的講 比如說它會考社區警政 那最近署長又說 社區警政再出發不辦 已經停止 好像有通報對不對 社區警政再通報 再出發已經沒有 回歸到原本的這個 警察勤務區訪查 好 那 題目是應該 這幾個月才會出來嗎 好 那社區警政再出發沒有辦的話 但是也不一定它不會考 因為勤務的部分這些老學者 我們說什麼警察學博士這些人 他講的重點大概都是那些 經營警情區 如何經營警情區 像這一些的話 都會在訪查作業規定裡面 講得很充分 那特別是 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 這個規定的第五點 特別是這個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 它這個第五點 以前 景營區的經營 剛開始在聊天而已 沒關係啦 景營區的經營 有八個方向 那後來呢 因為這個 有多做了一個 跟社區保全管理人員的一個加強的聯繫 所以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 那把原本的第八款 第八款的這個經營方式 挪到第九款 這個後續我們都會再提到重點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目錄的部分 目錄的部分 老師是這樣編 會跟以往在其他班上的講義來講 會比較簡單 會比較輕鬆易懂 也比較容易抓到重點 首先我們會看到 警察勤務條例 總則跟勤務機構的說明 那講到重點的時候 老師就會參著一些 其他老師的學者 他們的這個看法 學者的看法 那還有一些專家 還有一些像我們的這個 陳明傳老師 他這個都是這幾年 那這個命題都少不了他的 那第二章的部分 是勤務的方式 勤務的方式有哪幾種 那第三章呢 是警用裝備的相關的規定 那特別是在去年的12月 去年的12月15號 有一個警察機關 執勤之警力數編配 應勤裝備 西行規定 那這個部分 也難保 升官等不會考到 因為它這個跟我們的勤務 還有執勤安全 都是息息相關 這個關於勤務的裝備 好 第四章的部分 關於勤務時間 跟勤務的規劃 那還有一些像勤務的 請修師要點 好 第五是關於快打 跟特種勤務 它這個是會偏向於 這個時事考點的部分 到時候如果有新的時事考點 都會再繼續加強 好 第六章是勤錢教育 跟勤錢的督導 勤務的督導等等 第七章是社區警政 那雖然現在社區警政 沒有在施行 沒有繼續 但是一樣它這個考點 總是離不開社區警政 那因為社區警政是一個復古 是一個復辟 就是從美國這邊學過來的 一個我們去處理警察政策的 一個方向 授權給勤區員警 讓勤區員警 更有自信 或者是有信心 然後有榮譽感 那可以在社區裡面去經營 那也就會有掃描 分析反應評估 這一些 那接下來是聚眾活動的處理 那還有一些重點的整理 以及新修訂的作業規定 我們的作業程序的修正 都會放在最後面 那沒有辦法補充的 因為我們的作業程序 是時常在做修正 那修正的時候呢 隨時修正老師在隨時來跟各位同學來講解 因為有些的外行的 看熱鬧 內行的看門道 因為我們要看的就是它為什麼修正 修正的重點在哪裡 為什麼要這麼修 我們去了解到 了解的時候啊 如果是考選擇題 那我們也知道說它的選項要選哪裡 如果是考生論題 你才有辦法去論述 為什麼是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首先第一頁的部分講義第一頁 我們來看勤務條例 勤務條例第一條 它是依據 立法的依據 是警察法第三條的規定來制定 好 那第二條的部分 警察機關執行勤務 以本條例來行之 好 第三條呢 它有提到說 勤務條例的 警察勤務的實施 要昼夜執行 昼夜執行 普及轄區 然後呢 以行政警察為中心 其他各種警察配合之 好 那最能夠表現出 昼夜執行的 那就是值班 那普及轄區的 能夠表現出普及轄區的 那就是巡邏 一個值班 一個巡邏 那有些考試 如果是用選擇題考法 它會考你 這個都是從考古題 一抄再抄 幾乎兩三年 又再考一次 無處佛界 無遠佛界 或者是再遠的地方 我們都到得了 它這個部分就是告訴你 它問的就是普及轄區的這個部分 普及轄區的這個部分 好 那昼夜執行 永不見斷的部分 就是指值班 就是指值班 那最近有這個特考班 在保釋受訓的這個同學 特考班在保釋受訓的同學 他也是去年 去年考上的 然後他就 目前在實習 然後他就有 跟老師聯繫 他說 老師 我們在這個特考班 我們在上課 因為他們考上了 才在上警察勤務 他們對原理原則 看不太懂 那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 身份查證作業程序 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 什麼 入檢藍檢 臨檢場所 看到那個麥酒都灰去 麥酒都灰去 好 那這部分的話 意思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剛受訓 你一定是懵懵懂懂 那可能上沒幾個月 你就到實務單位去實習 那各位同學也是在警專 或者是特考班 上完課實習 或者是很多都是到實務單位來 分發以後 才重新把作業程序拿來看 才重新把這個 請入條例拿來看 都會有疑問 都會有疑問 那加上說這個 學校的失資 不一定 緊專的呢 他一般都是 會有教授 會有教授 副教授等等 助理教授等等 那特考班的時候 特考班受訓的時候 有的時候他會請 比如說保釋他當地的 保守所長 或者一些分局的組長 來受訓等等 好 那 因為老師這樣聽起來 他們在課堂上 跟他們講的這個內容跟含義 其實是跟這個 我們原本的這個相關的規定 是有偏差的 有偏差的 那不管怎麼樣 沒有關係 我們反正就來課堂上 我們來做一次這個修正 把正確的觀念把它導入 好 好 第二頁的部分 好 警察勤務條例 勤務機構 第四條 勤務機構分為 基本單位執行機構 跟規劃監督機構 好 那基本單位就警情區啊 就是如果他參考書 他就是寫 從美國那邊學過來了 從一個bit 從一個bit 基本單位 那執行機構呢 派出所 分駐所 分駐派出所都是 好 那第九條的這個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第九條的這個分局 第十條的警察局 他是不是勤務執行機構 也是啊 也是啊 他雖然他是規劃監督 但是分局啊 跟警察局啊 他對重點性的勤務 都可以執行 一個是敬為執行 一個是德執行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好 首先先看到第四條的一個區分 好 那警察勤務區的意義 在第五條 勤務區稱為警情區 就是勤務的基本單位 有一個人負責喔 一個人負責 好 劃分 好 第六條的部分 警情區依照下列的規定劃分 依照自治區域跟人口疏密 好 這很簡單 這看起來好像沒什麼意思 但是三等警察特考 前年就考這樣子 依照下列何者劃分 ABCD 就是依照自治區域跟人口疏密 好 那自治區域的部分呢 一村裡一個警情區 村裡過小的呢 兩個村裡劃一個警情區 村裡大的把一個村裡劃設 兩個以上的警情區 好 那人口疏密的是 兩千戶或五百戶以下 劃設一個警情區 兩千或五百以下劃設一個警情區 好 第二項啊 這個也考過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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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情區的劃分呢 好 那第三個呢 第三項啊 刑事外事啊 得配合警情區 來劃分責任區 這是最喜歡考的 萬年不敗的考點啊 很喜歡考這個部分 有時候給你騙一個 婦幼警察 或者少年警察 那這些應該都沒有嘛 刑事外事 這個才有責任區 刑事外事 配合警情區 來劃分責任區 好 跟警情區同級的 住在所 這個比較特殊啦 因為現在的人很少看到住在所 好 那你要記得 在第七條第三項 偏遠警情區 因為它偏遠的警情區 沒有辦法跟其他警情區 聯合實施共同勤務啊 所以就 社 住在所 有遠警 單獨執行勤務 好 那這個是比較 早期比較偏遠 在山上 有些是帶老婆小孩 去住在那邊 好 住在所 好 接下來 我們老師就會摘入 這個警察大學的 這本教科書 警察大學的教科書裡面 鄭文竹老師 這本是鄭文竹老師寫的 那我們所有的考試 不管是 警左班 二技 警特 升官等考試也好 都有鄭文竹老師 著作的影子 都有他的影子 所以這本書 老師會把重點 配合我們講到哪一條 就把它列舉出來 好 鄭文竹老師他說 分住派遇所所在地以外 事故比較多 那勤務沒有辦法適應地區的需要 得設置住在所 得設置住在所 好 好 那為什麼他的勤務沒有辦法適應 這個地區的需要 這個是規定在第七點三項 第七條的三項 是因為他地區偏遠之外 而且他不能夠 跟其他警情區 聯合實施共同勤務 太遠了不方便 好 那還有這個山地偏遠地區 地勢險要的位置 來設置這個入山檢查所跟哨 入山檢查所跟哨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它是執行什麼工作 入山檢查 好 你有沒有申請 申請入山 那還有管制進出 確保山地的安全 確保山地的安全 好 那檢查所呢 設置所長一人 那警員若干人 執行入山檢查 警力不足分配的時候 不服分配的時候 報請警政署 核准僱用原住民 亦必青年 協助執行勤務 那指定呢 這個警察來當所長 就是以前俗稱的山親 好 那有關於這個 入山檢查所 這個同學 如果考生官等的 不妨把它記起來 因為啊 這個考題有一點夯 所以去年 警佐班考 特考沒考 那今年是考特考 那有說不定 老師是這樣猜 說不定今年特考班 這個升官等會考這個部分 因為入山檢查哨 他跟這個 保齊總隊所取締的 這個山老鼠 就是違反森林法的部分 違反森林法的部分 就是這一次要入山檢查哨 也是在防止 在管制 保齊總隊在山上 也是在取締森林法 剛好配合這三個 入山檢查所 森林法 在這個 治安固域人口查訪辦法 第二條修正 第二條修正 應該要查訪的對象 好 那這邊空白的地方 我們可以稍微註記一下 治安固域人口查訪辦法 去年度修正 應該要查訪的對象 新增了一個 就是違反森林法的 竊取主婦產物罪 竊取森林法的主婦產物罪 這個同學應該都有印象 怎麼叫主婦產物 主產物跟婦產物 主產物就是它的樹木 樹幹 樹枝 樹葉 那這些都算 婦產物它長出來的 林枝 牛樟枝 香菇 這一些 竊取 主要處罰的是竊取的行為 所以 升官等考試 它考你就是為什麼 或者請說明 試著說明等等 那有可能它會請你說明說 有關生理 有關治安固域人口查訪辦法 新增了要查訪 我們因查訪這個 治安固域人口 對象 新增了一個 違反森林法的部分 那請就這個地方說明 它 立法的 要旨跟定義 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它這個故事的來源 是怎麼樣 就是要讓你說明 原本 森林法 在104年 立法之前 立法修訂之前 在森林裡 竊取主婦產物 都是用竊盜 都是用竊盜 竊盜罪來移送 好 那竊盜罪呢 它在這個 執行完畢或假釋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個 治安固域人口查訪辦法 來查訪它 來約制它 約束它 好 那因為這個立法 通過之後 我們就改用 特別法 森林法來移送 好 那問題來了 以前的 治安固域人口查訪辦法 它是 只查 特定的人 它沒有查到這個 新的修法 沒有查到森林法 那森林法 犯森林法的人 關出來 那就脫鉤了 那就變成 找不到人 那對森林法的這些 出獄人口 也都沒有約制的作用 所以這一次 治安固域人口 治安固域人口的 查訪辦法 修正的原因 就在於 要 要 恢復先前 對於 違反森林法案件 的這種 執行完畢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 要繼續的查訪 查訪三年 每個月一次 那原因在於 他的這個 違反森林法的這個 行為 他 本質上 違反森林法的行為 本質上他也是 竊取 本質上他也是竊盜 竊盜 林務局的 主婦產物 林務的主婦產物 所以他可能會 要你解釋這一塊 那解釋這一塊 剛好兩面 我覺得剛剛好 剛好兩面剛好 加上再多一個補充 那關於這個 收髒的部分 森林法主婦產物 收受髒物的部分 是不處罰的 是不處罰的 那因為收髒 這個 一般的林務 運送到山下 那如果說把它 把它呢 這個切塊 或者是林章枝呢 這個 並不是鼓勵收髒 因為這些東西 經過 這個 行為 這個外觀 的處理過後 或者是大小處理過後 可能就 很難去 很難去認定說 這個是髒物 很難認定 這個來路不明 好 所以這個 不處罰髒物 森林法髒物罪的部分 這個是可以作為一個 聖官人考試的 一個論述 好 接下來呢 第三種是擔當區 這個是以前的講法 這個以前的講法 那前幾年啊 也有考過我國的警情區 在以前的講法 有哪幾種講法 擔當 巡邏 警管區 那在英美來講 它是BIT 比特區 比特區 那英美的比特區 並不是 來查戶口的 這個觀念不一樣 我們要特別知道 英美的比特區 並不是查戶口 它是為了巡邏目的 而劃射的 也就是我們看到的 美國電影 一個人開一部巡邏車 它是以巡邏為目的來劃射的 好 那劃分的原則 這是由美國的警察 泰斗 河麥 它叫河麥 它會用人口的密度 地方的面積 人口的成分 居民的性質 來劃分 這是河麥來劃分的 好 那在日本叫做受持區 日本叫受持區 日本的受持區 就是我們的這個情區的意思 好 翻過來第四頁的部分 好 我國警情區制度的嚴格 好 那三等 以前也考過一個很無聊的題目 這嚴格的順序 要從這個時間久的 來排到最新的 好 最早我們看到14年是擔當區 擔當區 好 雖然這個沒有什麼營養 好 那這個就是我國執行警情區 最早的開始 好 18年是巡邏區 巡邏區 23年是巡守護患制 24年警管區 25年又恢復了這個巡邏制 它確定了這個我國的 25年的這個巡邏制 確定了我國的這個請募制度 一邊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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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年把警管區改為警情區 警管區改為警情區 所以呢這個最早的警情區制度 就是民國36年 就是民國36年 那個時候 剛好也要這個破簽來一台了 好 37年警察勤務通責 試行通責推行了警員制 並且確定警情區 是警察勤務的基本單位 由警員擔任 37年他認為由警員擔任 那現在我們的這個請募條例 規定 由員警 員警擔任 也就是說 員警擔任的話 尋佐也可以 資深的尋佐 幹部都可以擔任 讓他賦予榮譽感跟自信心 61年呢 勤務法制化 實施警員制跟警情區制 84年有一個強化警情區功能的 側進做法 裡面呢 關於這個勤務的規劃方式 警力運用 勤修時間 那還有這個落實警情區的工作 都在側進做法裡面 好 那考生官等 大陸的同學 特別注意到勤務規劃 很喜歡很喜歡考勤務規劃 只是問法不一樣 但是他問的都是怎麼規劃勤務 或者怎麼編排勤務 勤務規劃的原理跟原則 特別注意到 如果有考生官等勤務規劃 一定不能漏掉 好 92年 警察之權行使法 好 因為台北保大的一個同仁 違法搜身 那這個當事人申請釋憲 那這個大法官認為說 用勤務條例來當警察執法的這個依據 已經不符合規定 違憲之語 所以要在幾年內 制定一個讓警察可以遵循的 好 所以呢 警察之權行使法 92年就出來了 好 96年 勤務條例第11條 好 97年 勤務條例警員 修正為原警 由原警來擔任警情區 原警來擔任警情區 好 我們這節課先到這邊稍作休息 那我們回到第五頁的部分 第五頁部分講的是分柱派出所 第七條一項啊 警察分柱派出所是執行機構 那負責情區的規劃 勤務執行跟督導 規劃勤務執行跟督導 那這邊規劃跟督導都是所長在做 那另外還要有這個 有關於這個督導的部分 等一下會提到 好 92年有一個分柱派出所設置基準 好 那設置基準的部分 這個也曾經考過選擇題 那考過選擇題 那這個也以前也考過這個升官等考試 也會這樣問你 就是分柱派出所的設置 有哪些規定 有哪些規定 那你就要從這個請務條例開始講 請務條例 第六條 它有講到警情區的劃分 然後第七條分柱派出所的規劃 情區的規劃 另外分柱派出所設置基準 這邊都要去了解 都要去了解 那設置基準這邊會講到說 轄區要有兩個以上的情區 兩個以上的情區 那轄區 分柱派出所的轄區 不跨越鄉 正式區為原則 不跨越一個鄉為原則 有哪些原則的都要寫出來 那因為它還有提到警情區 那關於警情區的規定 那也要了解 那接下來第三 轄區不分割村裡自治區域為原則 那沒有設分局的 可以設分柱所 那執行專業性的警察任務 特定地區守護任務 或者是衛民服務工作 設置分柱所或派出所 可以不受第一項的限制 就是轄區要有兩個以上的警情區 可以不受這個限制 翻過來第六頁的部分 規劃設置 這邊也是繼續延續提到 這個分柱所的設置 沒有設分局的鄉正式區公所 得設這個分柱所 從這個分柱所來看 好 重新評估 第五點 我們來看第五 分柱派出所 有以下的情形之一 得重新評估 規劃調整設置 好 那這個部分 就是要用理解的方式 如果考你 有什麼樣的情況 得重新評估 得重新評估 雖然不需要說 死記硬背 全部都背起來 升文等考試 也不用死記硬背 但是呢 你能掰的 盡量都把它掰進去 有兩面 有兩面 那只要剛剛我們講的這個格式 鋪陳 那這個前言結語都有的話 其實內容它沒有辦法看太多 內容它沒有辦法看太多 所以呢 你要能夠 最主要要把格式鋪陳這些東西 先做到 這個都是基本的 這個是基本功都要有 然後再來講究一些像是字基 寫字的部分 寫字的部分 因為現在還有四個月 常練 常練常寫 才不會說到了考場你要寫這麼多字 因為當天你不只有要寫這個東西 光這一顆啊 就要寫四個題目 就要寫四個題目 那雖然有些人 有些人寫一頁半也可以 一頁半也可以 那但是寫一頁半是因為 那這一頁半都要很準確 這一頁半問你什麼東西 你全部答得出來 可以寫一頁半 否則啊 老師建議你一定要補到兩頁 補到兩頁 好 那有關前沿的部分 有關前沿的部分 這個老師在就是在幫同學修正這個聲論 這個部分有一點心得 有一點心得 像這個之前的 我們情境跟勤務的聲論比較像 那法規會有不同的寫法 像之前我們高雄寺寶大有一個小學妹啊 許敏慣 她 她是 她是緊專的 她不是特考班她是緊專的 她深論就寫到滿分 寫到滿分 原因就在於前沿 前沿 你前沿 首先 岳俊遠看的就是前沿跟結語 然後中間的分項條列 它的格式有沒有正確 那如果說內勤你有辦過公文 我們大致上比較知道 比較知道 比如說抄題號 然後 第一項 那接下來是1 那接下來掛號1 像這一些啊 如果有辦過公文 這個比較不會錯 但是如果派物所同仁 經常這個部分比較容易 沒有照它的格式 沒有照它的格式 那所以老師才會建議說 先寫一篇 先寫一篇來給老師看看 看說哪裡需要調 然後照此要領繼續寫 照此要領繼續寫 因為只有兩面 我們要發揮的東西不多 要發揮的東西不多 所以 你記得起來的 盡量多寫 盡量多寫 就像這樣子好了 就像說 分組派物所 有哪些情形要重新評估 規劃調整設置 那雖然有1 2 3 4 5這5項 但是升官等考試 你如果能寫到3項4項 那第5項你想不出來亂掰的 其實在他的眼裡都是對 都是對 因為他沒有辦法 具細迷移說 一定要很準確 很準確說設置基準 倒背如流 不可能 這個不可能 所以這個好不好掰 這個也可以掰 因為他行區 行區數多 而且轄區工作繁重 第一項 顯然有效督導管理 第二項 轄區各類的案件急劇增加 第三項 交通狀況 除了治安 再來就講交通 治安狀況 複雜 難以全盤掌控 第四 因應轄區發展趨勢 任有必要的 好 第五 行政區域調整 任有必要的 這幾項都是要重新評估 規劃調整 分駐派遇所的 好 那第六 是要準備哪些資料 那這兩個東西 有可能會考在一起 就問你 有什麼樣的情況呢 分駐派遇所重新評估 規劃調整 那要準備哪些東西 請敘述 這樣子 類似像這樣子 好 那會有六種圖 六種圖跟書面資料 第一個 俠區的全班 治安跟交通 除了治安就是交通 等一下我們會講 行務條例也是脫離不了 治安跟交通 一樣都是 治安 交通 附佑 安寧 秩序 這四種 都會一再重複 治安 交通 安寧 秩序 附佑 好 第一個 治安跟交通的狀況 第二個 緊密配置 第三 請務運作跟成效 第四 僅用裝備器材配置 第五 設置的地點 好 第六 俠境圖 就前後的對照圖 調整前後的對照 好 接下來第七條 第八條 這個都是選擇題的考法 我們去報分駐派出所 調整設置是由誰核准 是由該管地方政府 是由地方政府核准 高雄市就由高雄市政府來核准 然後由警察局報警政署被查 警察局報警政署被查 那這個經費是地方政府來負擔 那警力是現有員額調整 現有員額調整 這個比較容易考選擇題 那尤其這種東西 選擇題就是特考 特考比較容易抓出來考 好 第七頁看到這個李永青教授所講的 因為李永青教授也是警大人 他所寫的這個警察情務跟實務 他這本書裡面 好 他這個學說 其實他們都是這樣子 在警大當這個對職官 那有機會到國外去進修 然後研究學術 然後回來 再把剛剛鄭文竹老師 剛剛陳明傳老師 誰誰誰寫的一些書 再把它發揚光大 再把它發揚光大 再把它多做一些延展性的論述 延展性的論述 好 有關功能性 有關功能性 好 我們來看從顯性的功能性 好 實務面呢 好 這個一定要備 好 這個一定要備 這個像是這一種 升官等的簡短生論 簡短生論 這個都派得上用場 不管他考你 他是不是直接考你 有關於顯性面的實務 有哪些功能 你這一段都可以搬出來 知道嗎 這個其實原理 就是說相關的 可以寫的 這個是一套 一個小的模組 遇到了分駐派出所的升論題 你就把它搬出來寫 你就把它搬出來寫 不一定說他問你這個顯性 隱性面的時候你才能寫 因為這樣太狹隘 這個會獲得高分的一個技巧 就是在這裡 如果他問你分駐派出所的這個 設置 評估 規劃 調整 你這個也可以把它寫進去 在顯性面的部分 在實務上 組合景情區 形成治安面 工作服務站 這三個一定要備起來 分駐派出所就是把情區組合 組成景情區 形成治安的一個面 然後工作服務站 在理論的部分 它有哪些功能 哪些功能 這個也是可以發揮的 雖然李永青教授 他講的七個功能 但是這個我們如果說 你沒有辦法全部記起來 這個也不會考選擇 不用怕 這個也不會考選擇 因為這個都是這些學者 自行發揮的 第一個預防犯罪 就像我們常辦的 預防犯罪宣導 這個不用說 第二個 地方警察勤務活動中心 第三 給予民眾安全感 第四 供執勤員警修善之所 修習用善 第五 迅速有效處理治安事故 第六 了解民眾跟社區的需求 提供有效的服務 你看這裡提供有效的服務 跟上面工作服務站 這一些又有一點重疊 簡直是疊床嫁屋 對不對 第七 增進警民關係 好 那第二個隱性面的部分 隱性面的部分就是這個 選擇題的部分 很喜歡考同學的 他曾經考過說 衝突論者他認為說 派出所他對社會大眾的監控 還有在必要的時候 他是可以作為鎮壓的力量 作為鎮壓的力量 但是他並沒有講鎮壓的力量 是屬於隱性面 他只是說是給予必要的時候 作為鎮壓的力量 這個是 其實我們看起來 好像很虛無很渺茫 但是他們這些都是他們自己的研究 那特別注意到 曾經有一年考到鎮壓的力量 就是分數派出所設置在那邊 那我們無形當中 對民眾會有安定的一個力量 好 設置目的呢 跟剛剛這個李永青教授所講的 顯性面的食物一樣 組合景景區形成 治安面工作服務站 好 那另外第五啊 集中散載 跟集中散載併用制 有關集中呢 是在我國的警政署 保安警察總隊 專業單位 保一到保七 他們的權嫌是內政部警政署的 還有警察局的直屬大隊 寶大富幼少年隊刑大 分局的勤務組隊 交通分隊 警備隊等等 那在日本地區啊 日本的地區叫做分局的地獄課 有一年的二季 他就考分局的地獄課 好 散載制 散載制就是我們現在的分處派出所 設置 分處派出所設置就是散載制 好 第八頁 有關於集中散載併用 好 在實例的部分 我國分處派出所呢 是散載 散載制的部分 就像這個分局 警察局 他是專屬勤務隊 應該要相互併用 兩者不可偏廢 他的這個專屬勤務隊要相互配合 我們是集中散載併用 好 那在性質的部分 一般的行政警察 因為一般行政警察是在分處派出所 所以是散載制 好 那保安警察的請勿 廣衛中樞準備應變協助地方治安 這一次的三等特考也有考到 保安警察 他這次答案是第四 保四總隊 這個是集中制 集中制 廣衛中樞準備應變協助地方治安 好 那用地區呢 如果用地區來看的話 城市會用集中 鄉村用散載 因為偏遠地區 偏遠地區剛剛我們說 有設置一個住在所 對不對 這個就是散載的 那如果用時間來看 時間來看 在安定的時候 安寧的時候 用散載 用散載 安寧的時候用散載 變亂的時候就要集中 因為要作戰了 要集中作戰 最近全民國防的議題 就像昨天這個國防部說 發文給苗栗那邊的宮廟 說要放這個 放彈藥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事情 全民國防不妨多注意一下 警政署關於國防的這一塊的公告 那個都 如果要寫深論的話 都可以作為發揮 好像連這個 也把民防 也把這一次的特考 也把民防拿出來考 好 第六項 輔助性的勤務執行機構 跟分助派出所同層級 這是輔助性的 好 勤務組 勤務隊 規定在警察勤務的第八條一項 好 直轄市 縣市警察機關 好 選擇題 來了 它就考你 在哪裡啊 這些特殊區域因應警察設備 情況還有警力需要 得機動使 集中機動使用 好 這個部分 就免設分助派出所 那會把勤務人員集中在分局 那邊一個機動隊 勤務隊 勤務組 勤務隊跟勤務組 輪流扶勤 這個曾經考過選擇題 都市人口區域 都市人口稠密 郊區治安特殊的區域 這兩個 這是集中制的特色 這個警力集中機動使用 而且輪流來執行共同的勤務 好 第二個是警衛派出所 在第八條 第二項 警察局必要的時候 得射警衛派出所 在特定地區執行守護任務 好 守護 好 警衛派出所 它的任務就是守護任務 這個也曾經考過選擇題 好 這是特殊的人物 時間或處所 專責擔任守護任務 那沒有警情區 不用執行情區查查 那他只有執行他的專屬勤務 像是這個磁湖分助所 投僚派出所 那投僚派出所 之前都是在做一些這個 警衛派出所的守護任務 現在已經改制了 好 翻過來第九頁 有關於機動派出所 這只是勤務的作為方式之一 它並不是警察勤務條例 所列舉的勤務方式 這是機動派出所 好 依據勤務條例第十四條 另外機動派出所 從九十二年開始 是以分局為單位 在這個指定地區執行 巡邏 守望 領檢 就像風景區 蓮池潭風景區 還有一些 像這個有觀光寄警隊的部分 就會有這一種 巡邏 守望 領檢 大部分是警力的展示 它的功能早期是為了要 進化社會治安 做交通疏導 做交通熱點 主動接觸民眾 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所以記警隊在執行之前 都會在網站預告說 這個禮拜會在哪裡的風景區執行 主動接觸民眾 第四是組合派出所 組合派出所在新竹花蓮 那個是因為地區比較偏僻 派出所人力比較少 到了夜間 會把幾個派出所合併 幾個關掉 由幾個主力派出所來巡邏 第七項 外國類似派出所的基層 勤募執行機構 比如說 第一個新加坡的林里井港 第二個日本交番 隸屬於分局的地域課 接下來分局的部分 升官等考試也有可能會考到升論題 我們大致上來講一下升論 不管升官等或警特 前言結語都是要有的 好 今天如果 今天如果考你 治安故意人口的查房 或者是他給你一個查證身份的一個情境 有一個身份查證的情境 比如說兩個員警到超商去盤查兩個人 或者是兩個員警在超商盤查車手 像鳳山分局最近 那個車手抓最多 好 這個車手他身上有來路不明的本子跟 他在刷本子 還有刷卡 提款 然後他拒絕身份 拒絕身份查證 不願意背送自己的身份證件 也說沒有帶證件 好 比如說類似這樣的題目 現在情境跟勤務的題目 已經沒有說區分到很細 像這一種有可能考情境 也有可能考在勤務 有可能考在勤務 好 或者是 或者是 去年的考法 去年的考法 分局長在勤教的時候 關於這個領檢 因為身份查證的其中一塊也是領檢 好 關於領檢的這個要件措施程序 應該要怎麼做 好 那題目來了 我們先看好